第七集 床外,李长寿正趴在一朵白云上,对着他轻轻摆手 夜间补席哦,少女 嗯? 灵鹅眨了眨眼,随后缩在被子里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嗯 下面,请听第二题 啊,师兄果然是个怪人 于是,十年后 啊,长寿啊 为师昨天传授给你的口诀可还记得 嘿嘿,未来听听 李长寿 怎么师父病人病得这么快 好像这两段记忆相隔几十年了吧 我刚入门的时候 师父是那么的和爱可亲 而几十年后的师父 超凶的 李长寿哑然失笑 随后就发觉 自己的道区似乎在沉睡 此前连续修行的疲倦感还在 这是 在做梦吗 好久都没有做过梦了吧 修为高了以后 睡觉的伺乎就减少了许多 每次睡觉 也都是像这般 因为长时间高强度修行 积累了太多的疲倦 哪怕法力保持充盈 也需要睡一觉 延缓神魂的压力 老田 老田 你他妈别装睡 给老子挤来呀 老田 那个家伙声嘶力竭的呼喊 警笛声游远而尽 依然如此清晰 李长寿面露苦笑 像是在黑暗中转了一次身 直面那些 分榻而来的记忆 他如同走马观花般地 审阅着一幅幅画面 仿佛是在看 另一个人的人生故事 这个故事中 没有飞天遁地的修饰 没有高高在上的神灵 或许也是有神灵的 只是一直不为人知晓 故事的主角叫田祖光 发生在一个 名为地球的蔚蓝星辰上 田祖光 从名字也能看得出来 启明者对他有浓浓的期许 盼着他能为祖上 增光天才 他也努力了 二十八岁前 过得一帆风顺 但二十八岁时 突然被查出了不治之症 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躺在轮椅上 轻轻呼了口气 感觉到了最后一点力气 在被抽离自己的身体 意识像是要跌入无尽的深渊 他心底突然有了浓浓的不甘 就宛若是生命之火 最后的那一扑的 他扶着轮椅的把手 用尽全部力气地站了起来 但还没来得及 向前迈出一步 就直接扑向了地面 所以就有了这一句 来自于上辈子 最铁哥们儿的呼喊 记忆戛然而止 出现了少许断荡 这个断荡 持续了大概三年 后面的画面 就变得更加清晰了 一个穿着开裆裤 扎着羊脚辫的小男孩 奔跑在草地上 然后迅速成长 一直到七八岁那年 被一位老神仙给碰到 收作了徒弟 这大概就是孽缘吧 孽缘啊 李长寿轻轻一叹 将这些记忆封号 放在了心底最深处 不管如何 这些都是自己 最真实的东西 虽然在被岁月 慢慢地磨去痕迹 不可懈怠 不可松懈 自己周围的环境 并不如看起来这么安稳 李长寿念及于此 就在黑暗中转过身来 感受着自己 已经渐渐没了疲倦的身体 零时铺展在自己身周 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一时间也不愿意醒过来 许久未尽的惰性出现了吧 虽然能够再活一室挺好的 也很感谢那个为我开了后门的 那个不知道是不是真正存在的大神 但是 能不能给我整一个现代的生活啊 就算现代回不去 那搞个圣堂强明这种时期的古代也行啊 我还能够安安稳稳地混混日子 开开心心度过一生 顺便三妻四妾什么的 这一下就给我发配到一个修仙世界 还是修仙世界当中 最冷酷 最无情 最无理取闹的 上古洪荒 嗯 拜师之后的十五年 通过渡仙门内的典籍 以及自己师父讲述的各种见闻小故事 李长寿总算是弄明白了 自己所处的大环境 也就是那天开始 他点亮了自闭按键的绿色按钮 没错 他来到了后世所说的上古 神话故事传说中的洪荒 降生在洪荒两次大劫之中的一个小时代 朝着洪荒历史轨迹的前路眺望 巫妖大战的影响还在持续 人族虽然大兴 但妖族余孽的势力 还是相当的强横 且有人族圣武六圣之一的女娲作宝 妖族赖在五部州各处交界 做着忠心的美梦 跟人族练气室连年战火 六位圣人早已经归位 且彼此算计 为了一丁点面皮就能够让无数生灵死来死去 西方教的两位大佬 接引和准题实际控制了灵脉贫瘠的犀牛鹤州 到处宣扬自己西方教的教义 不断地挖道门的墙教 道门三教 人产结早已兴起 产教十二金仙刚刚名声大作 成为了最近几千年 练气室们的讨论热点 结教万仙来朝的气势也已经摆了出来 各路出身的强人 在通天教主的座下聚合 跟产教这边天天吵来吵去 但好在还没真的摩擦起电 这是道门最好的时代 三教大兴 三教护持的人族大兴 中神州遍地都是道门的山门 三千大世界中 到处都是三教弟子的踪迹 道门道城传遍三界 元神道和人族炼气室 成为洪荒的主流 这也是普通炼气室最坏的时代 上升通道的竞争异常地激烈 天庭刚成里没有多久 完全是看三教仙人们的脸色形式 五步舟三千世界 根本就没什么秩序 炼气室想要成长起来 全凭自己的拼搏与运气 运气还占了极大的比重 李长寿唯一觉得庆幸的 是自己的师父 虽然不是很强 准确地来说是并不强 但背后好歹还有点人教的背景 虽然李长寿严重怀疑 杜仙门真正的开山祖师 或许就只是杜厄真人的一两个记名弟子 关于西昆仑杜厄真人 李长寿唯一能想到的 就是这位神仙在风神大战中培养了徒弟 成了亨哈二将中的亨将 其他的也就是一些不着编辑的传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